优美的笛声结合动画与现代表演艺术 不仅打破以往口鼻笛多以纯演奏方式呈现 传统与现代的音乐舞蹈创新融合 带给观众视觉及感官上全新的感受 文化资产大师传承 在气息与指尖的相遇乐舞剧 以排玩族传统乐器口鼻笛传说为故事背景 呈现口鼻笛的文化意涵 在如今面临消逝后 主人重新附赠的生命经验 制作这个剧作 其实我一直很想要突破的 就是鼻笛口笛这样的一个优美的传统艺术 怎么样跟戏剧做结合 那希望透过这个戏剧 能够让大家看到排玩族的生命观 以及生命经验 乐舞剧特别邀请国家级口鼻笛传艺师 许昆仲 谢水能 屏东县级传艺师 扫尿 以及陈霍普利玛艺术节表演艺术奖的高明成 蒂摩尔国小及安波部落族人一起演出 透过彼此的对话 理解 传承并延续这项具代表性的无形文化资产 平常就是要鼻笛跟口笛在我们的文化当中 但是我们很不了解就是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可是透过这一次参与演出让我们知道 因为它背后有很大的故事 有爱情的故事 也有兄弟俩的故事 在创作上面 我自己的那一段的话 就会比较多一点往自己的生活 或者是自己的文化去想 然后再配合这次的主题 再给自己很多的考验 在这次的独舞当中 我是觉得很棒的经验 台湾族人过去吹奏口笛笛 用音乐传达出细腻情感 剧中尝试将口笛笛使用 融入当代生活与环境 带给口笛笛新的生命力量 原文发中心期望透过乐舞剧展业 让这项传统乐器 在面临时代考验而逐渐示威下 能重新获得重视 原事新闻歌手 评论马加采访报导